政杰遭槍決 李翠雲弟弟說大快人心 前年5月犯下北捷殺人案的政杰 在10號晚上8點47分伏法 被害人李翠雲的弟弟李瑞昌說 大快人心啦 能夠給這些想要做監犯科的 也以為殺人不必評判的這種想法 能夠搖轉過來嘛 能夠讓這種被擊殺人的事情 不要再發生了 讓我們的這些受害家屬 能夠真的一件事情能夠放下 給這個社會這些想做監犯科的人 以為殺人不必被判死的這些人 能夠改變他們的想法 突發中心台北報導